回來第四節 升旗易得道 大家也記得幫我們按like 截廣告 還有看廣告 因為我們發覺我們85%收入就是來自你們幫我們看廣告的 當然如果你們超過 太長的廣告 我建議你們可以不用看 跳過去吧 10分鐘廣告 我也不建議你們看 如果真的有的話 因為我覺得 我們也是15分鐘的節目 看一分鐘 半分鐘廣告 其實我是覺得 你這樣支持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說你看我們一個節目 要看很久 沒有理由看15分鐘 看20分鐘廣告 我們也覺得不合理的 我也不會看 我們自己也不看 多謝大家 鼎力支持 不過我們也不會 太過苛求 最近我看了一篇報導 香港樓市大跌 跌得很厲害 跌得令人心寒 四層樓才是值1,125萬 我也看到這則新聞 除了200多萬一層樓 你腦袋在哪裏 大灣區 大灣區不是香港的 他說被人罰款 罰做社會服務令公屋居民 因為隱瞞 持有四間香港物業 事源 有一個公屋 富戶 應該是天水圍的 公屋 其實是要 申報的 每年要填一張 告訴他你有什麼 資產和收入 他說抓到一個人 沒有報到自己有幾個 四個香港物業 四個香港住宅物業 我用回他附近的 因為你住在天水圍 就當是江湖山莊 江湖山莊也要幾百萬 五六百萬一個 可能 因為我不是太熟 你當五百多呎也要五百多萬 一萬元呎 江湖山莊有沒有三百多呎單位呢 或者二百多呎單位呢 應該沒有 我印象中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那麼小的 除非他有些居屋 即是二百多呎的 居屋或者公屋 但是那些好像 不是那麼容易 那些好像是要 白表才能買的 本來評論這件事 大家應該很focus 對判得重不重 輕不輕 其實這條罪 一直都不是太重的 不是太重的 但是會不會要求他 正正因為平時可能是罰錢了事 這件事因為你隱瞞四個物業 裁判官說要罰你做社會服務令 這件新聞就賣了出來 大家就在震驚了 其實不是的 這個一直都罰得輕的 我想問一下 他要不需要交一間公屋出來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另一個程序 這件案就是判他做社會服務令 因為他隱瞞持有資產 接下來的房屋署做不做事 是房屋署的事 一定做的 照計就是一定做的 可能要加一個單位出來 你這麼有錢 檢控這些 控罪本身也是房屋署自己做的 他有檢控組的 房屋署其實以前我們看的 港產片也知道 他定時會去查 家房 去查理的 看你有多少人住在那裏 是不是本人 有沒有把單位租給別人住 又或者是怎樣的 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 如果你說 他一個 住在公屋的居民 持有四個香港民營 我們呢 其實就去到他那四個民營的價值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我也覺得奇怪 四個單位 1100萬 外面好像一個單位也可能是1100萬 不是可能 只是大把 最少 坦白說 現在你拿600萬出來也不是那麼容易上車 當然不算納米樓 100多呎的納米樓 四個納米樓也不止1100萬 你不會有四個納米樓的 因為現在你伸出的納米樓 不會是那個價錢 不會是200多萬給你 也要400萬 所以 我們 其實 網友問我 我當時 第一時間想 是不是政府的股價制度 是很大的嚴重 我回答你 是 因為這宗新聞本身在報告就是一宗案件 在裁判處審 本身他拿出來的 數據 就正正就是 房屋處 可能根據他的股價是一個極度落後的機制來的 他們應該是根據差響物業股價處的資料 把他那個地方的租值拿來股價 股價出來當然是低很多 根本就不是貼近市場 如果你把這四個單位拿去銀行股 可能值2千多萬 有可能 不過那個價值是不是 可能這個牽涉程序問題 既然房儲拿出證據 就變成是他信任他的數據 而他那個絕對是跟市場脫節的 是很脫節的 現在還有200多萬單位 但當他告的時候 告那條Charge的時候 他要下載資料的時候 就下載了 官方的資料 所以用回房儲的資料 他的官方資料就是 極度outday的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他們周一時公佈的差響物業股價處的租值資料 其實我們也看到得淡笑的 尤其是香港十大的別墅 即是那些豪宅 他們的股值很低的 低到你不能夠想像 原來有那麼便宜的房子 他們是最頂級的豪宅 他們只是股值 好像鄭玉彤的房子 只是股值三四十萬一個月租 一百萬也租不到那個地段 前緒灣道 是一百萬也租不到的 300萬 他估計一年才是300多400萬 租借 那一年1200萬也租不到的 你是有錢也租不到的地方 其實政府這部份 他們是 就是 私為掃餐 他根捉程序 他根捉他那一套 他那一套 就outdate了幾十年 這個就是審計小真理錯 好像丁屋一樣 你一直做開業就任由他 其實政府也還沒有罵你 那是一個申請權 他說有權不批 其實你有多少單又不批啊 你公佈一下你有多少單又不批啊 你公佈一下 不批啊 其實套丁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都是有這些 遮屋預署的人 配合才能夠成功 而且 我聽回來基本上 土丁是百分百成功的 沒有失敗個案 那你那個後來發現不是丁就失敗了 馬派地又不是你 就失敗了 那他只有那些極端的案子 你會reject的 基本上連馬拉丁也會成功 因為劉業強家族已經成功了 起了樓了 其實大家除了罵政府 其實要對這些 近乎是思維素餐的政府部門 一定要罵一份 當然啦 因為他們沒有意思的 只是罵局長 因為他們真的不做事 所有人都不做事 原來 這群人其實是很開心的 看到你捉著司長罵 捉著局長 他們是很happy的 矛頭都射進去 我們一點事都沒有 最興奮的是這群人 律政署那些是不是呢 當然啦 所以我不想再出來罵 最興奮的是他們 所以我看到我們香港那些 關於房屋的部門 例如屋宇署 規劃署 那些 類似的部門 我發現其實坊間真的沒有人說 好像只有我們說 因為他們不懂 因為他們是完全不懂的 娛樂新聞你就認識 娛樂新聞很容易 看報紙每人都能說 寫許智安就有view 寫鄭新聞就有view 說起這宗 不罵就不行 有人抄襲我們的項目 偷聽完我們的節目 Make reference 是嗎 然後照抄 又寫文 又拿到投稿 這個叫周顯 照抄我們說的東西 他也是周圍抄的 我看一下 按一下facebook 為甚麼一周刊有一篇跟我們說的一樣 當然你可以說 大家 高見略同 大家同一時間想到這個項目 我們先說完之後 你就寫篇文一樣 佩服他的寫作速度 其實也要讚揚一下他的寫作速度 雖然抄 也要這麼快 騰文 騰成一篇文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節目都是免費的 都是開放給公眾的 每個人都是抄的 偶心不要那麼難 自己想一下 我們很多時候的評論是基於我們思考的 那個問題就會有 當然要配合我們的社會經驗 才會有 有些事情 還有 不止周顯 我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我講完劉本衛 幾個月之後 我其實是 14年 5、6月開始我講劉本衛 到了 15年的3月 還是2月份 專門衛 這個我講了 7、8個月 他就 借了來使用 我經常看到這個人 他變成了樓市大號的專家 樓市專家 他經常抄你 他也是抄回來的 為什麼我看了一篇 好像是你寫的 因為他聽完我的節目 寫完之後 這個也是 藤吻專家 不要那麼前格 你偷聽完你最低限到要按like 和看廣告 他可能有的 這個不要吵他 他可能有的 他說不好意思表露身份 我是什麼什麼 我也是看你的節目 偷進來抄 自己想一下 你做那麼久 我們坦白說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很多自主研發的 在外面是沒有人說過 那時候 陶傑是百分百抄 那次我們說梁振英有機會復出翻炎 三個禮拜之後 他就在光明町說 我們說完之後 三個禮拜之後 他就在光明町說出來 你們這些人 又不make reference 又當我們不存在 假裝了 怕死益了我們 他們一定不會的 其實你們這些人 每個人都有聽 我知道你們 我不是說笑的 那些人經常要我說笑 林鄭有聽 林鄭一定有人派人來聽 我有 他可能自己沒有聽的 有時候 對他比較辛辣的評論 可能他不想聽 但他有派人來聽 寫給他看的 你不要裝不知道我們是誰啦 我都說了 Youtube我們都Hotlist看到我們 是不止一節 我們經常都 你不要裝沒有看過Youtube 我們說回 這個 社會問題 其實很多公屋庫戶都隱藏 我們的資產 不過 這次這個正好在香港 如果他的物業在大陸 就完全查不到 所以 所以 很多人 其實這兩年 為什麼吵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現在太多公屋 已經不再是 原本 香港的基層家庭 去佔用那個資源了 只是多了很多 其實那些婦戶 就是國內來了之後 其實是隱藏著國內的資產 來申請香港的公屋 可能在深圳有兩層樓 價值三千萬 在東部華僑有一個別墅 在香港可以跟你一起住公屋 一起輪 那就很不對 所以 我認為應該一時同日 查了 申報了國內全世界海外的資產 現在的 查的制度 你不停在搞香港的普通人 你那些新報是很煩擾的 不停抓到很多人是誤墮發網的 尤其是香港本地人 反而 你很多大陸有錢的人就申請了公屋 這個問題不只是一口罵大陸人 是因為你整個制度沒有一件事制衡 還有 政府公務員很難 他們基本上公務員服判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就不錯 真的是力於不做的 那些事情有問題就說不要了 大家有時間搞的 收不到工作 不要吵出來了 他根本不懂 所以那些事情就不查了 你整個態度是反映在你每一件事上 包括你警方的執法都是這樣 因為你覺得那個不是香港人 那些小事你就算了 那些事情可能是犯法的 南亞人 他們是奉旨不敢查的 因為那些是惡的 怕被人捅 怕被人打 你看到有一次重慶大廈 被南亞人趕走 連打狗除 那個南亞人有警察過去鬥他 為什麼被人連打狗除 在兩秒鐘之內 哇 中毒警察 整個暈倒在那裡 以後誰敢查 我怕被人打的 很快就被兩秒鐘打狗除 這些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揭露 很多時候 你是對香港人很不公平 你在法庭異政嚴辭 寫一篇很漂亮的判詞有多難 在冷氣房寫完 說到每樣東西都放得那麼高 不是很難的 社會問題你有沒有針對過 你沒有嘛 真的沒有 這個問題真的是極需要解決 尤其是公屋呢 你應該是全世界都要申報的嘛 你在哪個地方擁有資產 你是全世界都要申報的 你不可能 我在一些香港你沒有查的地方 其實都不用全世界 公布大陸已經夠了 在大陸擁有一層樓 現在大陸樓不便宜的 不像以前 30萬有一間 在深圳有一間屋隨時比香港貴的 你真的當是大灣區樓嗎 可以很貴的 深圳樓面積大 它動了百多平方 千多尺嘛 以前便宜了 現在升得很厲害 現在可能是百多平方 賣到百百萬九百萬 深圳的房子 人家屋真的大 廚房一定還有一個位置給你浪衫 香港是給你 凸出來給你 擺洗衣機的 台灣也是這樣的 香港是給你浪衫的 香港是不能浪衫的 香港是浪廳的 廚房現在沒有了 合了體和你的廳 開放式廚房 只有一個爐頭 只有一個爐頭和一個洗手盆 廚房也沒有了 更加不要打算擺洗衣機和浪衫 洗衣機就是要幫忙自助的 街邊方便嘛 其實香港真的很何備 很可憐 香港用極多的錢去買一個 很差的生活條件 沒辦法啦 那個 串金尺土 香港的土地實在太少 串金尺土加上還有人有特權嘛 才有那麼多社會問題嘛 這個問題也是我們經常要探討的問題 我們希望 多些人社會公平一點 其實我們節目也是希望這樣 社會進步 要進步就是大家公平一點 為甚麼 我們為甚麼針對 丁屋問題 就是因為有一群人用一個特權 香港很多人住在劏房 而他們一出生就有一個丁權 可以蓋 他不是在香港住 還不是在香港出生 馬拉丁 有些他原來是三代之前已經移民 村長報他是這個原居民 就可以有丁權 說這個東西是哪裡合理呀 真是很離譜 他原來移民三代 三代都沒有來過香港 去了馬拉住 去了美加澳樓那些 那些更加是 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定要取消的 沒有可能被你 這樣去濫用 現在他在濫用資源 在侵略我們香港人 的利益 用我們香港人的利益貼他 這節就沒有 很大的主題 但是我們希望 社會比較公平 我們也會盡自己的能力 盡量揭發社會上不公平的情況 這次時間差不多